再眾多經驗過《我們的港風美人類》 宮慈欣佔有了一席之地 他至少有兩個經典角色 此今讓人念念不忘 一個是1991年台版《雪山飛狐類的情靈素》 劇中的他夫若認知吹彈可破 還有一個《七時絕花神劍類的葉小鳳》 到現在都還有很多劇迷 對他和姜大衛飾演的《袁鳳師匹合得起勁》 宮慈欣的古裝扮傷溫軟靈動 演少女時我見有年 演女魔頭時一個眼神 就讓人覺得後背發良 神仙顏直演技好 但隨著時代發展 他也如那些港風女星一般 逐漸擔出我們的視線 他談過三段感情 進過兩次婚姻 全部都失敗退場 他前任女最為人熟知的 就是《八三版石雕英雄傳女》的過剩 也是港版《天龍八部的喬峰王一華》 王一華是無詩五虎將之一 觀眾對他的淚鏡狠重 認為他現實裡就像劇中一樣 戴著大合風範 影迷們大多謝知道 王一華對妻子梁傑華一往誠心 為了給梁傑華致病 花光積蓄 辭去演員的工作 寧可去賣保險 都說他是個重情重義的男人 可者重情重義的美名背後 就犧牲了一個女人宮慈欣 1984年 宮慈欣報考了 無線第一期藝員進修班 並成為了TVB演員 但是TVB有很多美女如魂的當家花彈 宮慈欣也只能從配角演起 1984年 21歲的宮慈欣 參演了汪明傳主演的電視劇抽緊 開始登上了螢幕 緊接著宮慈欣又再妙嬌位 雍美玲主演的舞合劇 《楚留香之蝙蝠傳奇》中 飾演了佩國華珍珍 此時的宮慈欣已經開始有了一些名氣 很快便在娛樂圈斬路頭角 1985年 剛出到《一年的宮慈欣和周潤發》 關麗傑合作 主演了電視劇《大香港》 飾演了女主角書媒 那一年 22歲宮慈欣第一次登上了女主角 起點也是相當之高 之後宮慈欣在拍戲期間與黃日華相識 兩人因起生情談起了戀愛 不過他們愛的時機不對 黃日華與梁慶華曾經分手過一陣 而在這個空窗其中 因為合作涉丁山精細 他和宮慈欣在一起了 外界並不知道黃日華已經和梁慈欣分手 就先入為主地認為是宮慈欣插足了他們的感情 宮慈欣就這樣莫名其妙背上小生的孟明 那個年代 娛樂圈對癖腿 第三者插足這種事幾乎是令容忍 誰踩了紅線 誰的事業就可能被摧毀 而當時黃日華和宮慈欣都是隻手可以的紅人 外界的爭議讓他們飽受煎熬 莫多久就分開了 之後 宮慈欣離開了TVB 黃日華則和梁慶華覆合 兩人還結了分 直到1990年 宮慈欣終於迎來了演藝事業的一個高峰 那一年 宮慈欣主演了武俠劇《雪山飛湖》 他一人分析兩角 飾演了《呈寧素和冰雪兒》兩個角色 這是一部金融武俠劇《在長春取景》 宮慈欣在拍戲時也吃了不小斧頭 宮慈欣回憶說《長春的冬天很冷》 必須搖穿八箱物紙 然後再裹上塑料袋才能不被凍傷 不過一次付出都是值得的 1991年電視劇播出後便爆紅大綱銀筆 宮慈欣飾演的《呈寧素》一個讓人眼前一亮 更是成為無數心中的女神 被譽為最美《呈寧素》 直到如今 觀眾賞起《為愛飛蛾破火》的《呈寧素》 依舊肆意難平 這部劇也讓宮慈欣一炮而紅 演技 顏色和人氣都到了最巔峰的狀態 爆紅後 宮慈欣的演藝事業 開始一直高高猛進 有商界飾演了一個又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1996年 《張惠健版的西遊記》播出後 爆紅螢幕 宮慈欣在劇中飾演了觀音菩薩一角 讓人至今難忘 緊接著 他有參演了雪花神劍 飾演了聶小鳳一角 顛覆了以往清純心情的螢幕形象 演技突飛猛進 演藝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宮慈欣的婚姻生活並不信心如意 呈短黃一華後 宮慈欣在1990年結束了商人霍振華 霍振華對宮慈欣一見傾心 並展開了狂熱的追求 兩人開始相亂 或許是霍振華的甜言蜜語 感動了宮慈欣 兩人相亂不久便閃婚 可讓宮慈欣沒想到的是 兩人剛結婚僅僅一年 霍振華就婚內出軌 宮慈欣無法忍受婚姻上的背叛 果斷和霍振華離了婚 草草結束了第一段婚姻 離婚後 宮慈欣開始將所有重心 都放在了演藝事業上 並一步步走向了高峰 演藝事業越來越成功 宮慈欣又再次遇見了自己的愛情 1991年 宮慈欣在拍攝《雪山飛狐》期間 與演員林偉相識相亂 林偉被宮慈欣少了五歲 兩人雖然狼才女貌 但卻是女強男弱 當時林偉還只是一個不紅的小演員 而宮慈欣已經是當紅女星 兩人的事業差距巨大 經歷了第一段婚姻的失敗教訓 宮慈欣對婚姻充滿了謹慎 她和林偉相戀後 並沒有急著結婚 而且與其相戀了半年之久 到了1999年 兩人終於收成成果 因為二人都是明星 兩人戀情公開也就成了圈裡的一大盛事 台灣的綜藝節目還曾為二人辦過電視婚禮 宮慈欣在這段婚姻女穩定了下來 給林偉生下一而一女都已經長大成人 她適應回歸家庭、操時家務、照顧老公、撫養子女 但沒想到結婚二十年婚姻還是花了車 林偉被拍到與其他女性約會對方是一名女商人 兩人當街親密擁抱 事情鬧開了 宮慈欣才出面澄清 說她和林偉再辦離婚手續已經分居兩年了 林偉卻在這時發聲 企圖把窩得給宮慈欣 她抱怨宮慈欣控制欲太強 還特別會消前 兩人的結婚日期、孩子的出生日期都是她定的 她還肯迷信 為了在龍年和馬年生下兩個孩子 取龍馬精神的寓意 她一定要在馬年生二胎 但未能餘願 後來她在陽年懷想二胎和醫生商量好 一定要兒子在特定的時辰出生 為此還請麻醉絲算好了趨生細量 兩個小孩的教育問題 宮慈欣也一手把持 每人每月學費8,000元港幣 深門科目補習費共6,000元港幣開銷巨大 宮慈欣女兒林海玲在接受採訪時 說她並不覺得媽媽有過分的控制欲 她覺得自己是在一個幸福的家庭女場大的 由此可見 臨偉的抱怨就是在塌窩 女兒長大後也進了娛樂圈 因為顏值高獲得了小吳佩士的稱號 還有人說她是最美星二代 林海玲在媽媽宮慈欣的悉心培養下 從小開始學習鋼琴、小提琴、圍棋、繪畫等 8歲就考取了6級鋼琴 兼8級升落資格 多才多藝的他2016年以兼職的身份攝足演藝圈 先後嘗試過拍雜誌封面、廣告、唱歌以及演戲 氣質清新、表現不足的他、深受網友們的喜歡、人氣頗高 這幾年在娛樂圈的歷練讓林海玲對演藝事業越來越喜歡 因此她希望把握時機、好好發展 數月前受訪時她就宣布要當全職藝人 前段時間網絡相突然傳出22歲星二代凌晨聚留身亡 隨後曝光該女生是宮慈欣的女兒林海玲 頓時震驚了不少網友 不過隨後經過經紀人和公司證實 媒體的報導為偶傳 林海玲並沒有聚留身亡現在安然無恙 隨著林海玲聚留身亡的消息傳出不久之後 部分媒體為了證實消息的可靠性 也是主動聯繫到了林海玲的經紀人以及經紀公司 結果經紀人在電話中否認並且怒斥 不要隨便拿這種事情開玩笑 現在阿女豪得不得了 從經紀人斬釘截鐵的回答中 也是能夠感受到她的憤怒和無語 為了譬謠聚留身亡的消息 隨後林海玲也是緊急在社交媒體上更新了一組自拍照 照片中她擺著Pose對著鏡子 整個人顯得特別輕鬆 完全沒有任何異常 翻看林海玲社交媒體下的留言 有網友還在留言詢問林海玲 而林海玲也事無奈地回答 我竟然是最後一個知道我已經離世了 除了更新了一組自拍照之外 林海玲接著又在社交媒體上的限時動態中 分享了兩則動態 其中一條是她正在參與好朋友林韻謙演唱會的照片 動態視頻中 林海玲也是戴著口罩出鏡 當然很明顯 這也是林海玲再為自己被離世的消息再度闢謠 而林海玲的父親林韻 在看女兒被捕出聚留身亡一事時 第一時間差點被嚇死甚至緊張到胃痛 由於林韻和宮慈恩已經離婚 平時林海玲跟隨母親生活 並沒有和林韻住在一起 在看女兒被捕出聚留身亡一事時 她立刻打電話給女兒 幸好女兒接聽了 證實了媒體的爆料有誤 林韻才放下心來 此次媒體報導 林海玲墜留身亡的消息 確實有些離譜 畢竟這種重要的事情 還是應該經過核實之後再發出來 最後希望林海玲能夠發揮自身最美星二代的特質 再演藝圈發展一次順利 那麼今天我們就聊到這裡了 請你點擊訂閱 打開小鈴鐺 讓我每天準時為你播報 明星的趣聞趣事 我們明天不見不散